三重的在地早餐 晚餐、宵夜吃都可以 小上海小吃可以內用 店內也非常的乾淨 但是尖峰時刻來用餐 通常都是做滿滿的喔 這家店的餐點也非常簡單 該有的麵食、飯、湯品、小吃 都有選擇也很多 我每一次來一定都會爆點一桌的餐 你看是不是光看就超滿足的啊 首先我每次必點就是麻醬麵 麻醬麵的麵體本身是用比油麵再細一點點的麵 麵體本身非常的Q彈 非常好吃 麻醬的芝麻香氣非常的足夠 真的超級好吃 我自己的老套吃法就是 會加一圈的烏醋 再加一點點的豆瓣醬 可以讓那個芝麻的香氣更出來 會一口接著一口聽不下來 超級好吃 另外這家店另外一個主打呢 就是海鮮粥 嗯...我覺得這海鮮粥有一點不太到位啦 比較像是海鮮湯泡飯的感覺 但是這個海鮮湯非常的鮮甜 裡面的料有非常的多 有魚塊、蛤蟆、蝦子等等 這一碗吃下去真的會很飽、很滿足 重點是也超級好吃 當然除了主食之外來吃小上海呢 一定要點的就是黑白切來當配菜 他們家的小菜都是當場現切 然後會加熱過 所以你吃到的不會是那種冷盤的小菜 我自己每次必點的就是豬舌 超級Q彈好吃一定要點 其他像是油豆腐啊豆干 因為真的太便宜了 每一次一定會點來配麵吃 然後喜歡喝湯的人呢也不要錯過 他們家的湯我覺得超級好喝 我最常點的就是乾蓮湯 乾蓮本身很好吃之外 它的湯底鮮甜帶有薑味 真的好好喝啊 如果愛吃辣的朋友 座位上都有放生辣椒或是辣豆瓣 這樣 生辣椒很香很辣 喜歡吃辣的朋友也不要錯過喔 第二間我想分享的就是在小上海小吃的對面 叫做上海蛋餅豆漿大碗 我每次都想說他們會不會是關係企業 這家就是像永和豆漿的感覺 主要賣的就是早餐 賣的東西也非常簡單 就是蛋餅蘿蔔糕還有豆漿米漿等等 所有的餐點都是現點現做 如果遇到人比較多的時候也要有耐心等候喔 好的那我們這一次呢也點了一份的蛋餅蘿蔔糕還有鹹豆漿 他們家的蛋餅是走比較古早味的路線 店家每天都是現感現做的餅皮 吃起來的口感有一點像是抓餅的感覺 外皮酥酥脆脆 吃起來是厚實的口感 剛剛好的嚼勁真的會讓人吃一口就停不下來 他們家的蘿蔔糕我覺得是走比較軟爛派的 蘿蔔味非常重表現的還算OK 只是我會希望它的外皮可以再有一點恰恰的那一種 所以我覺得是可點可不點 鹹豆漿也是很多人會點的單品 吃起來的口感會很像是鹹的豆花 但這家的鹹豆漿它的配料比較單純 就是只有菜脯啊油條 裡面的菜脯很香非常的有口感 然後比較傳統的吃法就是要加一圈的那個辣油 可以增添鹹豆漿本身的香氣 但這家鹹豆漿本身我覺得口味算是偏淡的 敢吃鹹豆漿的人還是可以點來吃吃看喔 第三家是位在三重站附近的泰順油飯 這家也是三重的油飯名店 每次經過都看到很多人來內用跟外帶 這家店也是飯麵湯都有 當然主打的是油飯 喜歡吃根餅的這邊的選擇也非常多 像是花枝蝦仁魚酥肉羹都有 店內座位非常多也很乾淨 重點是冷氣很涼很舒服 每次來吃都會點油飯滷肉飯吃肉羹麵吃肉湯 油飯看起來就超好吃油亮油亮 但是看起來會油吃起來是不會的 而且油飯是粒粒分明的那種 我自己會加一點甜辣醬吃起來會更有口味 然後醬料區有免費的泡菜可以加 你可以一口泡菜一口油飯非常的有口感 也可以加海帶牙酸酸的非常開胃好吃 我每次都夾一整碗來吃 滷肉飯的話我覺得表現算是一般 但是很想吃滷肉飯的時候是可以吃 因為他們家的飯是種比較黏 超級黏的那一種 我自己是沒有到超喜歡啦 但是如果你是喜歡軟爛飯的人就可以點 他們家的辣醬也非常的厲害 喜歡吃辣的一定要加他的朝天辣椒 真的很辣很辣 但我自己更喜歡的是他的焦麻辣油 會香麻但是不會辣到生氣的那種 我非常喜歡 赤肉跟麵也是我每次來都一定會點的 他的麵體本身是油麵分量非常多 然後我最喜歡的就是他的赤肉 赤肉本身非常大塊而且非常好吃 但是他的湯本身是有點偏甜的那種 我自己都要加很多的胡椒粉才行 不然真的是太甜了 不喜歡喝羹湯的朋友 你也可以點赤肉湯 他的清湯也非常好喝 重點是那個赤肉真的太好吃了 然後裡面也有蘿蔔很甜很好吃 就算我今天有點肉羹湯 我還是會再點一碗赤肉湯來喝 如果你的湯喝完 你也可以請店家幫你加湯 喜歡喝湯的朋友也絕對不要錯過囉 這家是週日週一是固定的店修 所以如果你想吃的話也要特別注意時間 另外這家店周邊沒有很好停車 如果你是路邊臨停好像很容易被拖掉 所以想來吃的話可以停在鄰近的停車場再走過來喔 好啦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分享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看我分享什麼餐廳的話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喔 也可以追蹤我的IG看更多的美食與旅遊的分享 我們下集見 掰掰 掰掰 ס! 3 4 4 5 5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